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毛箱,我是主持雪靈 游馬二,贏者,賀馬仔 接下來新番,我們今天錄的就... 今季其實都有些特點,超多杯麵飯 適合我們工作繁忙,每次都可以三十分鐘看四套那些人 還有這麼說,今季其實很多的番組都用了一些比較新進的聲優 你反而看到所有大聲優很多時候都放在某幾套裏面 都很重要是放在杯麵飯那裡 這都是正確的,我都覺得 可能他們煩惱,因為不是杯麵飯實在太少了 全部都是,因為杯麵飯的錢已經比大聲優,所以就變成了一個杯麵 好啦,先不說那麼多廢話,我們先說第一套 第一套就是輕小說改編作品《魔王勇者》 這麼快說到經濟,我怕聽眾會悶到睡著 傳聞這套是浪語虛身料的耳櫃 那我不算 大家都是說經濟學,大家都是輕小說改編,但我覺得他們走的方向很不同 或者這麼說,整套裏面的手法其實你會看到的 因為如果原作的話,雖然我多看一期原作也是 它是令背景描寫,令這個動作描寫,差對白 他連角色都不能說名字,還有職家或者身份 我覺得這套真是很適合我講的 我真的完全不適合你講的 你又經常不記得名字,我經常說聲優名,行了 大家這套,沒問題,說職業,說身份,搞定 那個故事就說就是,開始就是這個勇者和魔王的故事 你是很典型王道式的 什麼典型?以前有勇者打下魔王,就和公主結婚 現在勇者和魔王走了,不理會公主 你有見過公主嗎? 他套東西裡面從來沒有提過公主 那麼他一開始的故事就說,勇者為了盡快終止戰爭 應該說,扔下他的同伴,一個人殺到魔王城裡面 想著和魔王一決高下 誰知道一進去見到魔王 這些是不是同仁來的? 一衝高的level,什麼都不管,就衝馬魔王 勇者肯定,勇者如果照設定來說 他應該是封了頂的了 是 他一開封頂,下個星期升級,再加多50level 縱使勇者的level是99 但魔王的level,我想最多只有10多20左右 這個是史上最弱的魔王 沒有關係的,這些東西 魔王和他講經濟學,但勇者經濟學是零分 應該這樣說,故事裡面 其實魔王一開始就說 想著去找勇者,叫勇者 你錯了,跟他原作魔王一早就看上勇者 肯定不是,因為你看動畫來說 為何勇者這麼快到? 死了,怎樣抽了 魔王一早就等了勇者等他 要不然就死定了 但你會看到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魔王想說服勇者 跟他一起去實行某一個計劃 作為一個勇者,我先不要論 魔王幾索,或者勇者幾色 我們暫時不在這個討論法 你們說國仇家恨這些東西 去到之後,單憑魔王說幾句 老實說,作為一個稍為疑心病床 少少的人 你都會覺得 其實你是不是想著在背後捅我一刀? 首先要呈清一點 阿雪先生說國仇家恨 但問題勇者其實 家人也不知道 國家也不知道是甚麼國家 其實可能他 可用兵來被人請上去也是 類似這樣 你想清楚 勇者把武力和 所有戰鬥能力點滿了 他的自力是沒有點過的 是不是真的這樣? 至少只有10點 但是一個魔王 一個作為100點自力的魔王 點滿了自力魔王 說了一堆很心悔的說話 告訴一個自力得10的勇者 然後那個自力得10的勇者 你突然聽到說 嘩!這傢伙智者百奇 嘩!應該跟著他 應該是有著數的 所以你聽到一句 聰明人出口 笨人出手 這個故事教我們 作為勇者 千萬不要只是點戰鬥能力 一些自力都要碰多少 不是的話 就 不是啊 他靠自力 不靠其他隊友補助 但他一體衝進去 就沒有自力補助 這樣 講笑 其實你說那個故事 魔王其實用一個 究竟是否你打贏 你殺了我 這個世界有真正和平 當然有看過動畫的人 或者稍微用一些腦 或者看過奇幻故事的 聽眾都會知道 這個一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不過他就用一個 叫做經濟的角度 去分析整個世界的形勢 那 其實你說的分析呢 其實就說 其實 大體上我也覺得正確的 大體上 即是說 就算魔王死了 如果真的想打仗那幫人 就 三安八做多個魔王出來 都沒問題的 繼續打 然後說 跟另一個人說 你這個成 我覺得你是被魔王 已經入侵了 然後我就打你 說真的 即使魔王死了 你總會有下一任的魔王 那這個獲得 不是 這個設定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 用一個 實战不能力不強的魔王 道理就是 魔王 個是統須嘛 或者我們認知 或者看動畫裡的魔王 僅此唯一 如果這個死去 這個魔王死了 其實你也是材語 只是波上釣死他們 魔王是一個唯一獨道的存在 但是魔王其實你當是一個國王 這任國王死了就哭國王上位 你不是當是一個職業 魔王是一個職業 跟勇者一樣 最終魔王被說服了勇者 傾盡數 傾盡數 合同就是說你這輩子就要跟著我 我這輩子就要跟著你 簡單來說其實這份是結婚合同 一點都沒有 不對嗎?幽馬 你也說了我要說的話 搶賣幽馬 之後他們散播消息 第一個消息是說 魔王和勇者經過一場大戰之後 然後魔王身受重傷勇者下落不明 那就是私奔 對 在角度來說其實是對的 然後就開始說 魔王在一條村裡開始他的經濟學實驗 當然你說我看了現在三集的 暫時來說其實未去到經濟層面 其實只不過是說 用這個叫做提升這個農業的技術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就是說 他 其實戰爭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資源 要搶奪資源來 會產生戰爭 那當你資源是增加的時候 你的戰爭的理由 應該會 應該會 最重要是因為他的動畫應該是提到的 因為我看媽媽版的 南方大陸長期資源頻繁 就不夠糧食 他們的資訊能力是靠北方供應糧食 但代價就是和魔族戰鬥 做擋戰槍 但當南方他們像魔王所說 做了糧食自給自足 那不需要資格北方援助 那就和魔族沒有開戰理由 那魔族為何要提起 不是 如果那個步驟的話 我覺得 那個理由就是 剛才佑馬說的 首先 要令到南方的經濟富裕起來 當南方的經濟富裕起來 而魔王相對做了事情就是 教授知識 而當他們的知識水平提高了之後 就會覺得 北方你這班 混蛋 找我笨 然後說 你不要再亂來 我會把你打開 而且 你想深一層次來說 就是 當南方的 人 經過這麼久 打了這麼久 不多不少 平均戰鬥能力 應該比北方的高 而 當你說他們經濟 也有回到這麼一段 的提升 那時候 就是 你叫我打?我打你 你說 行 你對比 魔王這麼難打 你們這麼慘 我當然是罵你 原來整個計劃就是 魔王挑撥來 藍光不明 你其實想真 你想真 其實這件事 它不是提升魔族那邊 因為它不是提升魔族那邊 它不是提升魔族那邊 而是提升人類那邊 其實你如果最深層就是 最終人類內戰 勇者只有十 唉 當然我們先不要說到魔王這麼黑 魔王也是想平息這個世界的和平 魔王那個和平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不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很多類型的作品 都有說過 若然 勇者戰敗 人類戰敗 魔族統領世界 這個世界是不是會有什麼不同 其實很多作品其實是沒有什麼不同 你打完之後 只不過是說 這個世界普遍的種族 是魔族 這樣 其實 大致那個變化沒有什麼不同 即是誰強勢誰弱勢 我覺得說的就是 所以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即是他用了一些比較 他 他說經濟學 但作為一個 多少經濟學的人 暫時覺得 就 未去到說 很深入 很深入 但你說他開始第三集 其實開始入獄 因為他開始說 就是說 雙人組織 那這方面其實 我覺得就 開始可以發揮 因為 之前你叫做 我當第一集 叫做 類積的 談判 人物資源 社交承判 類似的 那 看回 就會是 感覺 暫時來說 雖然你說一兩集 我接受到 開頭比較簡單 因為不是 你開頭太入獄 的話 趕客 當然 所以第一、二集 都要買一些 勇者魔王的 小小小小小 買一些 看點 在人切身上 這些 人切身上 人切身上 其實就是很一般的 人切 大家可以看漫畫版 石田版的漫畫 可以 而 你說 勇者的角色 其實 勇者其實 在這個故事裡 我覺得 是擔當一個 一般平民 即是智力得十 那種人 即是一些 智力得十的平民 所有的 觀點 去看這件事 即是用一個學者的身份 去看這件事 一個用一個 智力得十的人 去看這件事 你又看到 多方面 他會有反思 原來這樣 原來這樣 是有幫助的 不 簡直是 勇者的角色 就是畫一張 白紙 即是他透過一些事件 去提醒 原來這樣 可以做到這種事 得出這樣的結果 而你說勇者擔當的角色 另外就是戰鬥員 你可以說是 其實這套角色 有沒有戰鬥可言 我不清楚 第一 我看了一期 應該說有很多 到要說 真的要靠打 應該說要靠戰鬥 去獲取某些籌碼 就是勇者出場的時候 不過 因為勇者典滿的關係 基本上沒有雲打得贏他 但他只是拿劍 可以發揮什麼程度的戰鬥力 是畫畫後期大家都知道 學雪山所說 南北兩國長期矛盾 一定會開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勇者的 無雙 以一擋慢 的場面 這個我也是猜 因為我看了一期 我也是叫做 看過一期的輕小說 因為當時看起來好像挺特別 所以拿了一期來看 但之後我就沒有再追下去了 初初接觸的時候 以為是 什麼粒粒的故事 怎麼說 因為最糟糕 最糟糕 當時是日本 很多這些魔王 和勇者的故事 很多 這套是多少 所以看多了他會麻痺 這套其實是有一群支持者 之後才再輕小說化的 才再把他所有的短篇故事 去做一個動畫化的 我聽完的版本 原本類似是 通室網上的人 有一個人發起一個話題 說魔王如果看到勇 勇者叫魔王就知道怎樣 然後是一個接龍式的小說 那整班是有寫一句 我又寫一句 有接龍小說魔了吧 喂 你先聽我看 寫一寫就完了 但後來沒有效文 後來作者就 撈出來 自己再類似的 改變 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現在哪個版本 就是 所以你說到第三集 其實開始說 因為其實你 都在說 就是 在這個所謂的中古世紀 除了你說國家要國家 商人 另外一個最大的勢力 就是宗教 所以跟著就把宗教 這裡也帶回勇者 其中一位同伴出現 就是呂騎士 然後就是 交涉 如何利用教會的影響力 去令到 魔王 他的計劃 和農作物的修成 可以得而更加去流傳 因為 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 作為一班 自力得十的市民 他們最聽的人 其實是教會 比起國家來說 那就是你用這一點 就說 教會說的 教會說的 教會說的就行 教會叫你死你也會死 真的 所以 所以 他就利用這一點 就 你說 出發點是好 但 你看到這東西 其實都是 你用回 那個時代的 一些盲目的迷信 去令到 的事態 向他想想的發展 現在也是 我想說 那 社會是這樣的 這東西 就是說 其實這套 應該會 每一集 利用一些事件 去帶出 一些 他想說的 東西 暫時 暫時 未知 因為其實 他現在說的 都是 你當是甚麼 我想 看這套東西 其實你最好就是 雲觀整個世界的形勢 去看 那你可能會看得多些變化 因為不是單獨 看你說 主角群的 互動的話 其實 他們算是甚麼 在教育電視裏 教授 你的知識 這樣的程度 其實會是 告訴你 這樣做 就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 程度 去到這裏 雖然 我覺得 真的很淺 其實真的 我想問 初心者看的時候 會不會很大難度 都不會 起碼有女人看 初心者看 而不是看經濟 而是看女人看修羅場 還有 星優 星優陣容 因為到 今季裏面 其中一套 叫做大番來說 是真的 星優陣容 比較強大的一套 你說 這套 我覺得 你說是否真的 有狼乳香生鳥 那個級數的話 我未必會認 因為 其實她說的 照片範圍 不跟狼乳香生鳥 那類型 就是 她專門說的是 雙人之間的 比較集中 而這套 文官 其實你可以說 是一個世界性的 形勢的變動 如何推動 一個局勢 所以 我覺得 她知識方面 我 都不會期望 她說會說到 一些很深入的 反而 你應該說到 最後 可能已經說了 一些 談判的攻防戰 那類型 反而我會期望 看那些東西 那這套 去到這裏 那我們就 說下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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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